你这酒怎么开了不喝呀 喝酒伤心 不喝酒也伤心 人生啊就是这么忙的 帅哥你可真幽默呀 要我说这酒 自己喝才最伤心 要不我陪你喝点 好啊 哥 你看 你不过来啦 没事儿 我都快喝完了 我就喝了一杯 没事了 马上就回去了 拜拜 多追 别让他给我跑了 别跑啊 站住 不成马 站住 沈 沈泳 别跑 站住 别跑啊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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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呀 快 站住 站住 臭小子 再站住 快来 快来 再跑四人 看你帮他跑 回来 站住 臭小子 你真要靠 啊 浪死你一碗 走啊 沈沈阳虽然讨厌 但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呀 温亦真出事了怎么办 哎 你去那边 你去那边 给我找 快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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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人呢 人呢 你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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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在那儿哪儿 注意 小子 你能跑啊 兄弟们 都追累了吧 不如我请大家吃夜宵吧 我女朋友说 刚才是你硬要请她喝酒 你在勾引她 我冤枉啊 那种 不 是纯情可爱的大嫂 她自己硬要喝我喝 我就想着反正那酒已经开了嘛 自己喝也没意思 那就大家一起玩耍喽 你还想和她一起玩耍 哦 不 这只是我的口头禅而已 我和所有人都可以一起玩耍 但绝不会和你女朋友一起玩耍 再说了 最重要的是 姑娘们自己主动来找我玩耍 我从来不会主动找她们 明白了吗 你觉得我是个傻子是吗 大哥 这么浅显明白的答案就写在你脸上 你还问我吗 行了 行了 我累了 我想回去睡觉了 你开个价吧 多少钱 姓名考二给我 你钱很多是吧 很多 没人告诉你 钱不是万能的吗 你相信我 没有人比我更明白这个道理 刚才那么狂 现在 怎么闯开了呢 你有本事就打死我 说不定我还会谢谢你 你以为我不敢是吗 你以为我不敢是吗 顾小满 你怎么来了 顾小满 你怎么来了 你先走 我拖住他们 什么 我说你先走 他们人太多了 我带着你两个人都走不了 你不是不想见我吗 你说这个干什么 那我不用你管了 我们什么关系啊 你赶紧走 你这个人到底搞不搞得 清楚现在状况 搞不清楚状况的人是你吧 你以为现在还在学校吗 什么事你们都要管 他们都是来真的 你赶紧走 所有才来救你啊 今天你们是也必要走 不是 不要 你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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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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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娘子 给大爷乐一个 不乐 大爷给你乐一个 好漂亮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调戏梁家妇女 又来一个 穿一身红 还是个小辣椒 找死 姑娘 你没事吧 多谢大侠 救命之恩 好说 好说 小女子无意为报 唯有以身 别别别别 别唯有了 不嘛 英雄救美不都是这样的吗 我知道大侠 不是垂涎我的美色 但是你救了我 我就一定要以身相许 大侠 你等等我呀 我要跟你生九妞 医生 医生 救救她 快救救她 你怎么了 你哪里受伤了 不是我 是她 救救她 你们俩到底谁受伤了 她呀 我让你救她 听到没有 你知道我是谁 否则 你怎么了 陈阳 是陈阳 白总抢教室 医生 我的头不严重吧 不严重 那怎么还让我住院啊 我得回学校了 你知道和我一起来的 那个男生在哪儿了 我要找他 许医生 都包教好了 你就叫顾小婉吧 我叫许飞 是你们零零级的师兄 也是沈平洋的好朋友 他跟我说 今天太晚了 你这个样子 回去也不太方便 所以就在医院住一晚 原来是这样啊 师兄好 对了 师兄 沈正央她现在怎么样啊 她没事吧 我看她也没被打到哪儿啊 怎么就晕倒了 她没事 你不用担心 你呢 就把这儿当成宾馆吧 她当时睡一觉 钱就寄在沈少爷厂上 早点休息 谢谢师兄 嗯 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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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喂? 左岸。 你在宿舍吗? 怎么了? 你今天找我不是有事吗? 我想来想去,还是不放心。 你不放心我? 我。 左岸。 左岸 你先说 左岸 其实 我想 左岸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爸一直在那坐着等你下棋呢 下棋还得吃饭呢 我爸爸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不过去他就一直在那守着呢 快点出来啊 顾小满 你刚刚说什么 是苏爱宁吗 是 你去他家了 我 我已经没事了 我真的没事 你真的没事吗 你今天怎么啰哩啰嗦的 顾小满 你还想让我怎么说 你是不是觉得 我就是闯祸间打架王 非要有点什么事 才符合我的人设呀 当然不是 那 那就这样吧 再见 爸爸 您这可得小心了 哎 今天你不是说站在我这边吗 当然啊 我就是站在您这边 我给你加油 加油 快 帮我想想 过来吧 妈 阿姨 你怎么在这儿 哎呀 妈您说什么呢 走啊 咱过来当然是来看望您跟爸爸的呀 是的 阿姨 我爸特意叮嘱我说 好不容易考到医科大 一定要拜访您还有叔叔 还有 我看以后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请你转告左起名 以后我们两家 不要有这么多的来往 妈 您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你不知道吗 哎呀 这小案呢 也一边好意 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我要明确地 表明我的态度 这个家不欢迎你 我现在请你出去 妈 您太过分了 左安宁 你不要理他 你先去我房间待着 左安宁 这个家还轮不到你做主呢 左安 以后不要离安宁那么近 你知道我看见你们俩在一起 我的心里是什么感受吗 对不起 阿姨 今天是我冒昧了 妈 左安是我邀请过来的客人 您没有权利赶他走 左安你去我房间 不要理他 安宁 我改天再来看你 叔叔 那我先走了 小安 阿姨 对不起 妈 您干什么呢 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真的 我过去等我 你不要说话 布克里 过去门 我说了 人呢 你今天爸爸妈妈从小看着你长大 你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一起吃饭 一起开心 一家人齐齐整整的 你还让我说什么呢 顾潇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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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下来了 我一个人待着有点无聊 你怎么穿这身衣服 你不会真的伤到哪了吧 严重吗 没有 我刚刚那身衣服上都是你的血 我就随便换了一身 那你早说呀 你怎么了 你不开心了 你有事吗 没事的话 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 你真不高兴了 你到底怎么了 你跟我说 谁欺负你了 我帮你收拾他去 好歹我们两个也是一起打过架 一起流过血的 我打架 我流血 是是是 反正你救了我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从你救我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俩就不一样了 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先站起来 站起来 你干什么呀 这么简陋也不像是我的风格呀 好在此刻也是清风明月 周围环境也还不错 就让天帝给我做个见证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顾小满 我喜欢上你了 你又想玩什么呀 我不是都说了 你不要再做这种事儿了 我是认真的 我沈陈阳向来都是随心所欲 我的心脏说喜欢上你了 我就不会放过你 但是我说过了 我有喜欢的人了 你说左安 你 你 你怎么知道 很难猜吗 你身边来来回回 就那么几个人 不是左安 难道还是那个白痴脸展月呀 是 我是喜欢左安 我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喜欢他 以后也会一直喜欢下去 虽然他并不喜欢我 但是 我也不会改变 左安 不喜欢你啊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我突然发现 冲动 有点普通 还是挺有意思的词语啊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行 你现在可以喜欢左安 没问题 但有一天 你绝对会爱上我 我说你这个人哪来的自信呀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喜欢上你 绝对不会 你会的 我不会 你会的 我不会 你会的 我 到晚上的别叫了 这里可是医院 你会的 你会的 都欺负我 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来人啊 有没有人 快放我下来啊 你 你们是谁啊 快放我下来 朱莉娜 刘丹 你们 你们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学了医荣书啊 难读医科大学最高决学 这么容 少说废话 昨天晚上你夜不归宿到底去哪了 我夜不归宿 不说是吧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不不不不 我晕血 我真的晕血 你晕血 你晕血怎么会上医学院 你这个人的秘密未免也太多了吧 说 到底为什么上医学院 我 好 我们知道 你又是不会说的 不过你不说也没有关系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们总会知道的 来吧 咱们让他尝尝啊 一荣书 你们干吗 你又说话 没 没有啊 你怎么又躺着呢 这件第一次的解剖课 赶紧试上位子啊 什么 今天就上解剖课 准备看课表吗 听说我今天解剖课的老师 是一个又帅又年轻的帅哥 而且未婚 快点啊 不能你饶 那个 就是 就是 你们 难道上解剖课 一点都不怕的吗 不怕啊 为什么要怕 就是 血啊 你电视剧看多了吧你 咱们解剖课的世纪都泡了多久了 怎么可能有血 一刀下去还有血 那是医院做手术 是吗 小满 你是晕血吗 没有 我就 随便说一说 她怎么可能晕血 她可是一把能把教官摔趴下的女战士 晕血 也对 晕血怎么可能来临床呢 那得多难受啊 不是难受啊 简直是找死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 就算没有血 那也是尸体啊 尸体 你们难道一点都不怕的吗 不怕 我只怕老师不够帅 尸体 我倒是有点错 但是听上一阶的学姐说 其实没有想装那么恐怖 就是味道充了点儿 搭久了就习惯了 小满 你不用这么紧张 今天是理论课 实验课得到下周呢 我不紧张啊 我就随便问问 随便问问 好 大功告成 希望老师今天的颜值 得得起我这么精心地打扮 雷达 我看 你才是女战士 好吧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我爸 把我妈宠成了一个小公主 我妈什么都不会做的 有一年 我爸外调半年 我妈去杀鸡 差点把房子给拆了 最后 只好我把那个鸡给杀了 从此以后 我就免疫了 你们不许说出去啊 我这形象 杀鸡 我也会杀鸡 我啊 还帮忙杀过猪呢 那个血啊 那你赢了 你还会杀猪呢 你比我弟还多了 我还会想要 你还好吗 我是一名的 我还没想要 我还没想要 我还不想要 我还要 你马上 你今行不行 你还要 我上面 我还要 让你梦想要 你还是 ví yan 众所周知解剖学是涉及生命体结构和组织的生物学分支体系 那么除了动物解剖学和人体解剖学之外 它还可以分为礼教解剖学组织学和人体解剖学 好 请大家看PPT 解剖学的这个基础介绍呢 我们先从公元二世纪古罗马的盖伦说起 盖伦就已经将动物解剖学应用到这个人体上了 那么发展到现在呢 解剖学有百分之九十 已经应用到了人体身上了 你 你怎么了 我手上有东西咬你吗 我 我早上吃多了 我想放屁 那你别在这里放啊 那怎么了 她说她想放屁 好了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二十页 我忘了 在这种东西 小满 小满 你跟我说实话 你不是吃坏肚子了 你是害怕上解剖课吧 我没有啊 我真的是吃坏肚子了 我都告诉你我杀过鸡了 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 你真的晕血啊 那你以前不是练散打的吗 你就从来都没有受过伤流过血 那种的没事 但是和医院相关的不行 那又这样了吗 那你这也不是晕血啊 你会不会是心理上的问题啊 你有没有看过医生啊 是吧 我也不知道 那你这样怎么还来学临床呀 咱们除了解剖课 以后还有动物实验课呢 而且你这样以后怎么当医生啊 哎呀 你就别问了 总之我有我自己的原因 我真的不能说 哎 我早上就是那么随口一说 没想到还真用你这样来找死的 我不是诅咒你 我是真的担心你 我知道 你别担心了 你别担心了 我自己会慢慢克服的 我是谁呀 我是女寨是吗 走吧 嗯 走 晕血 晕血 走 这 什么 你真的晕血啊 很严重吗 那你怎么来学临床的呀 我 哎呀 这个她不会说的 我已经问过了 现在重点是 下个星期的解剖实验课怎么办 我这些天一直在找克服的办法了 但这不是一两天就能找到的 所以下星期的课 来不及了 对对对 那怎么办呀 好吧 就听我的 死马当活马医吧 首先 前一天吃好饭睡好觉 看个电影化个美美的妆 什么 总之 打起十二万块的精神 战略上藐视敌人 战术上隐藏自己 班上应该还有比较胆小的人 像徐东啊 出了名的胆小鬼 女生这个时候弱一点也很正常 你只要表现得不要太突出 应该可以平安度过 帮我拿着 并且休息可 ج汰 有点 邃世用重点 奇葩下萌药 气味 气味 可以有效地刺激神经 让你不至于昏过去 只是会辛苦一年 我不怕 然后呢 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了 实验课是分组的 分组 什么分组 分组的事 应该是班长孙安宁安排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让我们三个分到一组 他来了 安宁 我们三个想分到一组 你怎么弄这么浓的风油精啊 我 我感冒了 想睡觉 所以低几滴提提神 你这也不是个办法呀 你干嘛 你这样会不舒服的 想睡觉的话 擦一点就够了 我自己知道 你们三个和王诚毅一组合吧 走吧 众所周知 解剖学是现代医学的起步和基础 是医学入门的基石 这些无私奉献处 自己遗体的大体老师 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 让我们先为他们 默哀一分钟 好了 大家开始吧 我先来 你们没意见吧 不见 没意见 顾小马你干嘛呢 你想先来呀 你比我某啊 不用了 你先来 畏销 请 哎 我说还不是 我说你们打把手啊 哦 好 哦 哦 顾小马 你看 看我的手 小马 怎么了 走了 你们搞什么 我上了这么久的课 还第一次看见 被风幽金给熏晕的 沈老师不是 不好意思啊 沈老师 我们小马 有洁癖 洁癖 洁癖 老师 我已经没事了 那我去上课吧 福尔玛丁能有多难的 闻闻就习惯了 以后去医院 到处都是各种药水位 你们迟早要习惯的 还磨蹭什么 要是别人 我就以为是胆小 不敢上解剖课了 你可是大名鼎鼎的顾小马啊 你们也赶紧回去上课啊 好的 老师 怎么办 我们回去吧 我还要去 顾小马 你今天怎么了 什么时候有的洁癖啊 我没事 顾小马 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 打算自己硬扛了 我说过 有事找我 子安 快点进去吧 大家都在等你呢 我真的没事了 上课吧 走吧 现在怎么办 没事 我就 我刚刚已经晕了一回了 这回的预知应该高一些 应该没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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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老小哥呀 太棒了 你们回来了 这胸墙打开了 就我一个人 快看 立不立 加油 站住 加油 不是 小奶 顾小奶 你的档案里 为什么没有提 你有这么严重的心理障碍 不算心理障碍吧 老师 我 其实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今天不太舒服 我是学心理出身的 你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 我很清楚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之前都发生了什么事 你要是不愿意告诉我 我是没有办法帮助你的 老师 您给我一点时间 我自己可以的 如果你不愿意对我说 学校可以给你请 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 不用了 老师 我自己真的可以的 你知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以你现在这种情况 根本没有办法学习临床专业 如果你愿意接受心理评估 学校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 决定你是否 我还可以继续留下来学习 如果你什么事情都逞强 要自己来 那我只能建议你 转系 或者退学 如果你什么事情都有逞强 要自己来 如果你什么事情都有逞强 如果你什么事情都逞强 那我只能建议你 转系 或者退学 我只能建议你 转系 或者退学啊 怎么会这么严重 你真的要走吗 我才不会就这么走了 我好不容易才考进这个大学的 绝对不能就这么算 我知道你不想说 但我真的太好奇了 你到底为什么非得要来这里啊 你肯定不是为了什么 白衣天使的伟大理想了 难道你是因为 沐小满 你被开除了 你才要被开除了呢 展玥 你就是个喇叭经转世吧 我不是担心你吗 我告诉你了 你晕血你不能考这个学员 你非得背这个书 展玥 睡觉等啊 走吧 我们去那边吧 走了 看什么呀 别看了 那边不是 别看了 我看了 你别看了 我生气你们快要来 快要去 我生气不够了 你也会有什么事 你会有什么事 你也会有什么事 你也会 你先回去吧 姚拉要来 一会儿你们两个又该吵起来了 凭什么她来我就要走 我偏不 小马 姚拉 你来了 是姚拉同学 你是自己没有学校吗 总来我们学校 我怎么不能来你们学校了 我又不是来找你 这是我们学校 你成功了 我 好了 姚拉 你这么着急到底找我什么事啊 小马 我听说你要被开除了 你们两个虽然一见面就吵架 没想到还挺有默契的 默契 我跟她 跟她有什么默契啊 没关系 这学校我又没成包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出门被狗咬了 染了狂犬病 那么狂躁 我是被你咬 你 你们两个又开始了 好了好了 咱俩先闭歪好吧 我有重要的事情 要跟小马说 到底什么事啊 我决定了 我放弃昨案了 我都让给你了 是 是什么意思啊 小马 其实之前我对你的感情 挺复杂的 一方面 我有一点点小嫉妒你 另外一方面 我也挺羡慕你 佩服你的 其实 咱俩以前的成绩 半斤八两 我还能比你好点呢 可是 你可以用一年的时间 追上 左岸的步伐 考上同一所学校 同一个专业 我就做不到 可我又不想认输 所以我就安慰自己 就算我可以付出同样的努力 我也不会去这么做 因为我喜欢的是跳舞 有了 可是 今天我才知道 你明明不能学医的 可还是来了 这个 我就真的做不到了 你对左岸的感情 真的超出我太多太多 所以我只放心把左岸交给你 有了 小马 小马 谢谢你 小马 你放心 左岸就是你的 因为你值得 嗯 你俩有病吧 说的书呆子好像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一样 但弄什么呢 你这根脚屎棍 能不能不要这么破坏气法 我是提醒你们两个 别做白日梦 这不是白日梦 小马这么真诚 总有一天会打动作案的 书呆子让你承包了 你 哎呀 对 对 我不能放弃 我都已经走到这儿了 绝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 你没想过 你别想过来 但我做得很难 好像是 还很难 我还没想过这个 我还不想过去 我还不想过去 算了 怎么是你 你在这儿干吗 那个 丽娜 妈 晓满她不会有什么事吧 应该不会吧 那我就先去图书馆了 一会儿下班了 她要是还没回来的话 那我们一块儿去找她吧 走 左岸 你有什么事吗 顾小白在里面吗 她不在 她说什么不能等死就出去了 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不能等死 我知道了 谢谢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从你楼下一路跟过来的 看你一副要去打仗的样子 就想赶紧去干吗 原来是来练胆的呀 可惜失败了 怎么 你不想离开林庄西啊 当然 因为我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默认了啊 你别走啊 我是专程来帮你解决这个难题的 你有解决办法 有什么问题 是你眼前这位英俊的男子 不能解决的 那 那是什么办法 一个完美的 一个男女老少 都不能抵抗的好办法 你别卖关子了 快点说 就是 那么买 我帮你买东西厨人 买东校长 谁等在你的面前 我就买东谁 直到没人再让你退学维持 是不是完美的 男女老少都不能抵抗的好办法 我跟你开玩笑的 活跃一下气氛 行吗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帮你解决行不行 哈哈哈 这个好像真的是 没有人能抵抗的办法 你的反射谷也太长了吧 不过你笑了就行了 那不然我还要哭啊 我已经很惨了 但我偏不哭 不哭 要是真由你说的那么简单就好了 无论简单复杂 我都不会让你离开 你又想了 走安 你怎么来了 我就不能来吗 顾小满 全校的人都知道 如果你无法克服心理障碍的话 你就不能留在临床系 我 我们都很担心你 可你就跟没事一样 你这么说我就不同意了 这本来就是小满的事情 她想怎么着都是她的事 难道非要她挂个牌子 在校长办公室门口哭啊 顾小满 我希望你能积极地去解决问题 你怎么知道她没有积极解决问题啊 是不是在你眼里 她来找我 没去找你 就是没有积极解决问题啊 胡搅蛮缠的做法 对她一点帮助都没有 好笑 我胡搅蛮缠 你听见没 你老同学 数了我只会胡搅蛮缠 而她 也只有她能够积极帮你解决问题 你别说了 左安 你到底想说什么 顾小满 你为什么要来这个学校 你自己明明很勉强 为什么还要来 既然你选择来 遇到问题就应该好好去解决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你自己会儿和小小满 你自己会儿和小小满 怎么就走了 小满 你回来了 你去哪儿了 我和刘丹还约着去找你呢 我 我没事 我就随便转一转 那我们去吃饭吧 我不去了 我不饿 走吧 你真的不饿 那我给你打包回来 拜拜 拜拜 我给你打包回来 丽娜 我都说了我 我不 是我 你回来了 对啊 进去手吧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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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些呢 都是一些解剖课的视频 我考给你 谢谢你啊 安妮 这点小事客气什么啊 对了 你自己看是不是会怕呀 你要是怕的话 我陪你一起看 你要陪我一起看 对啊 我陪着你 你怕的时候我还在旁边呢 谢谢你 解剖课真的很重要 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 它凡事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你慢慢习惯就好了 今天咱们上课学的是这个 那我点开喽 嗯 小满 坚持一下 幸就好了 嗯 嗯 安妮 你实在太好了 感觉跟你比 我差好多 你在说什么呢 你为什么要和我比啊 我就随口一说 是你的压力太大了 你看我现在看这期还挺淡定的 其实我以前也怕得要死 不过是有个人告诉我 看视频可以练的 还陪我一起看 我才慢慢适应的 陪着你一起看 该不会是 对啊 是左岸 我高二暑假的时候 他知道我想学医又害怕 这个办法还是他想出来的呢 这个文件夹也是他整理的 他整个暑假就像现在这样 抓着我的手 一个一个陪我看 说出来都还有点丢人 我把他整个手背都给掐清了 是不是很丢人 算妈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我可能还要试一下 我带了西瓜汁 这样你喝一点就好了 喝点东西就好了 你没事不急 喝点东西就好了 这看时间我选修课也快到了 这样我就不陪你看了 我把西瓜汁就留给你了 你慢慢喝慢慢看好吗 你给 我去洗吧 你 我来 你看 你 我来 我来 你来 我来 你来 你来 我来 我来 你来 走 怎么会这样啊 喂 左安 顾小满 你现在下来一趟 有什么事啊 你先下楼 我 我正在看解剖书呢 而且我有点想睡了 累了 对 我累了 那好吧 明天再说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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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小曼 这节课你先试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老师 我不会晕了 你说了啊 他没晕 七发吧 总算是站住了 你要是再晕倒 我真的 厉害了 足以媲美彩虹了呀 他刚才是对着孙安宁吐了 现在是一场游戏 我是红衣女侠 我要抢走书生 好 好 好 不是吧 进展这么快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最爱喝的西瓜吃 小马 你吃西瓜吗 你今天竟然对着苏安宁吐了 什么 让我转系 我不转系 我只想留在临床 这是学校开会讨论的结果 老师 我真的不想转系 您再帮我向学校反映一下吧 我想满安 学校已经很充分地考虑了你的情况了 可是 如果你一定要坚持 那只能退学 请进 校长 我不想退学 退学 你就是不小马吗 是的 正好 我正要找你啊 了解一些情况呢 来来 坐 不用了 我就站着吧 我现在也坐不下的 果然是一个充满经济神的小姑娘 你刚才说什么 退学 校长 我真的不想退学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谁说让你退学了 你们辛辛苦苦考上大学 刚来就让你们回去 那是不负责任 校长 顾小满同学 我希望你能明白 有些事情 不是你坚持就能信得通的 你一上解剖课就晕倒 学校制定不止的原因 你不愿意说 我们尊重你的决定 我们也要对其他 应当享有正常上课秩序的同学负责 老师 校长 您知道 你们这个系有多难考吗 我高三刚开始的时候 还是全班倒数第二 第一次模拟考试 我只考了二百五 是全班的笑柄 那个时候 模模糊糊觉得自己应该改变 我想考一个很好的学校 虽然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学校 但现在想想 我就是想考这个学校 临床系 整个高三的一年 我没有哪天晚上是凌晨两点前睡过觉的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表达我自己有多么辛苦 只是我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来的 很难 但我做到了 所以 所以 无论未来再难 我也一定不会周图放弃的 所以 老师 校长 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一定能克服的 出来出来 小满 系主任长 你说什么了 学校 让我转系 不然就退学 什么 那不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做不了同学了吗 没有转回的余地了吗 原来 你们都这么舍不得我呀 废话 我都已经适应你了 你走了 万一再来个更奇葩了怎么办 而且你晚上睡觉 现在简直安静如 哎 总之我舍不得你 小满 哎呀 好了好了 我 不走 不转系 不退学 我哪儿都不去 我就在这儿 真的 我当着校长的面 和系主任打了一个赌 如果我能在一个月内 正常的上解剖课 我就能留下来 这太好了 顾小满 你为什么不接受转系 我刚刚说了呀 我 系主任答应给我一个月的事 那要怎么样 既然解剖课让你这么难受 无论时间多久 你都一样 你就这么喜欢折磨你自己吗 你干嘛呀 我能留下来 难道 你不为我高兴吗 你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对吗 所以 您是不希望我留下来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勉强你自己 你不是想当老师吗 那就享受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 你不要再说了 昨晚我告诉你 我从小学的东西 教会我无论如何 永远都要做更好的自己 所以不管你相不相信 你开不开心 我一定会留下来的 走吧 我们去吃饭吧 我都要饿死了 我今天要吃三碗 真的是 帅云 吾帅子 鸿萱 你怎么过来了 你出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怎么都找我呀 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你也来找我 但是舒呆的我告诉你 我们不约 展玉 你能不能正经一些 你知不知道学校 已经通知过小满 如果她不转系的话 就会让她退学 什么 小满现在在哪儿啊 你找她有什么用啊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让她有心理障碍 心理障碍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知道她晕血 你从小和她一起长大 你不知道 你不也跟她一起 从小长到大的吗 算了 我自己想办法 要我说呀 退学就退学呗 反正我也不喜欢当男护士 到时候啊 我跟她一起走 展玉 你要是想退学 你就自己退学 你一天嘻嘻哈哈 得过且过 可小满和你不一样 你不要再拖累她了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说什么 这是我在那儿 莫名是 女人 你不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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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不妻 她也不妻 我俩 你不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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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话都说出去了 一个月 好在还有一个月 喂 喂 你又怎么了 胡晓玛 是不是我嘻嘻哈哈得过选拨 特别拖累你啊 你说什么 之前要是有人这么跟我说 我肯定 我肯定不认啊 但是仔细想想 他说的也没错 我确实没什么追求 以前说自己要成为大明星 听可笑 你谁会看我呀 展玥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怎么了呀 胡晓玛 不好意思啊 我一直都说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可是 可是 现在你出了事 我都不知道怎么帮你 你怎么了 你 你哭了 你怎么哭了 你怎么哭了 没有 我 我在图书馆呢 刚才 走 走太急 不小心撞门上了 你瞎了吗 我现在过去啊 哎 不 不用 不要了 你叽叽喳喳地吵死了 我还怎么看书呀 好吧 那 那 那我不过去了 你 你好好看书吧 你 你好好看书吧 嗨 不就是个解剖嘛 你 你怎么不会解剖呢 你 你怎么不会解剖呢 你当他们 全是死的 你 你 哦 哦 已经全死了 已经全死了 谢谢你 展玥 谢谢你 展玥 小满 我没事 你 乖了 顾小满 我今天话说得太重了 对不起 还有 问题既然已经出现了 那就应该解决 我这里有所有解剖课的视频 你看一下 我不想看解剖视频 你 让我看 顾小满 顾小满 你干嘛 你怎么了 我不想看你那些视频 你们怎么每个人都要让我看视频 你们想看你们自己看啊 为什么要拉上我 你在说什么 总之我不看解剖视频 你看过视频了 那你看不下去对吧 好吧 好吧 那我换一种办法 什么 留在临床吧 还像以前一样 我帮你 我们有位置了 我 你刚刚跟他说什么啦 没什么 我 从今天开始 我来帮你补习 你 你又要给我补课 你以为我愿意啊 你不愿意 那你为什么 我刚刚已经说了 我今天话说得太重了 就当道歉吧 可是 你问题怎么这么多啊 好了 从现在开始 跟学习无关的话 就不要说了 你还在用这些钢笔啊 我说了 你送给我的吗 其实解剖呢 就是让我们了解人体的结构 皮肤 肌肉 神经 还有血管 以及 你送的这支笔啊 真的很好用 又可以写字又可以打人 专心点 其实解剖就是在打基础 既然你看不了视频 那我们就用画的 画 虽然书上有各种解剖图 虽然书上有各种解剖图 但是如果自己画出来 认知程度是不一样的 我先画 然后再教你 嗯 左岸 我们也太厉害了吧 你连画画都画这么好 看久了自然就会了 你也要画 这也是你的作业 我 我不行 我画不了的 我 不行的 画 我现在画 我画 距离高考过去一百二十一天 在我最绝望的时候 竟然又是左岸来到我的身边 伸出了援助之手 你敢不接我电话 我刚刚在图书馆 好吧 那你下回不准不接我电话 凭什么呀 什么 我为什么非要接你电话呀 我是你 好 要是下回你不接我电话 我就去学校广播站播寻人启示 你要是在校外不接 那我就去电视台播寻人启示 卫星电视黄金时段滚动播出 怎么样 你有病吧 那你到底是接还是不接 我 到底接不接 好 我接 我接 你给我打电话不是为了给我抬杠的吧 你有什么事儿 谁让你不好好跟我说话 我把正事都给忘了 我听说你打了赌 要在一个月以内正常上解剖客 怎么样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你又想干什么 你不会又要买买买吧 你不要不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一两样特别的东西 其他什么东西都有价格 谢谢你 我已经找到适合自己的办法了 所以 我没事了 嗯 你确定啊 嗯 反正我已经没事了 行吧 那个 如果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就记着 我一直都在 哎呀 好了 我记住了 再见 喂 快这么快干嘛 我都还没说完呢 好吧 那我就要再加一条 下次要是敢提前把我电话我就 牛牛 你说我怎么才会有杀伤力呢 你帮我好好想想行不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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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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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吗 加油 你 感谢观看 我都不敢说你了 上次我还没有说完你就 老师 我这次不会再晕了 好 我就在旁边看着你们 好 啊 你怎麼了 我 妈妈 小满 你怎么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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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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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秋满 都怪我 你本来已经没事了 如果不是因为我搁到手 你也不会又用了 怎么能怪你呢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小满 刚才到底怎么回事 你前一秒不还好好的吗 干不回那个沈老师 真的是个乌鸦嘴巴 你们先回去吧 我有点累了 我只是想开个玩笑 活跃一下气氛 我知道 我没事 那好吧 我本来下午有约会 刘丹也要去图书馆做兼职 我们就先走吧 小满 真的对不起 唉 我都说了 不管你的事 走吧 拜拜 顾叔 我是左安 不如一件事 只能冒昧地问一下您 只能冒昧地问一下您 安宁 我觉得很过意不去 我能不能不做这种事了 老师 那个刘丹最近总是迟到 害得我要等他交班 他最近有在外面兼职 给一些高中生补课 他上一次上班被课 他还在打瞌睡 老师 你说他都这个样子了 咱能不能跟别来了呀 哎呀 从一开始我就不喜欢他 但是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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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也走了 怎么我走 你也走啊 我走不走 要经过你同意啊 那你别跟着我 这里只有一个门 反正我也要走 你不开心 从那儿撞出去 你还要让我撞墙 鬼鬼还觉得你不说话说挺可爱的 你说什么 没 没事 小马 我走了 小马 我也走了 喂 喂 这两个人有意思啊 一个傻 一个更傻 真是绝配 你是说 他们俩 这 真的呀 你相信我 我眼光不会错 就像我和我们俩 最后也会幸福美满在一起的 你吓唬说什么呢 谁要和你在一起啊 你啊 我 顾小满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好啊 你说 单独 沈阳 要不你 凭什么你一来 我就得走啊 我有什么重要的事 不需要告诉你 是解剖客的事吗 我今天 是不是让你很失望啊 不会 你已经很努力了 有吗 如果是解剖客的事 我为什么不能听啊 因为是正事 而你 而我是个闲人是吧 好 小学弟 今天我这个有钱的闲人 就教你怎么做人 你要干嘛 怎么 你以为我要打他呀 能花钱解决的事 我干嘛要动手 说到这儿 我昨天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挂那么快 你以后不许挂那么快了啊 你能不要老说这种 让人误会的话 我给你申请了 去美国的大学 什么 反正他们想让你退学 我也带你了 咱们俩一起去全世界最好的大学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本来我就很不满意 他们这种非要你怎么样的做派 他们要你走 我就偏要你留下 但现在既然你受伤了 情况就不一样了嘛 是不是很惊喜啊 你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我 他不会去的 你说他不去就不去啊 他傻了吗 这么好条件他不去 因为他不会半途放弃 顾小满一旦认定的事情 他就一定会坚持到底 就算会受伤 他也不会放弃 你现在让他去美国读书 就等于让他认输 那就不是顾小满了 你怎么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你那天说了我就知道了 那天 那天我还凶了你 那时候我活该 顾小满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支持你的 好 有你这句话 我一定会留下来的 你干嘛 抱一下怎么了 你也不听话了 我告诉你啊 那个傻乎乎的顾小满 只会听那个书呆子说好听的话 他肯定会后悔的 你说对吧 你叫什么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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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